两天内,俄罗斯三座重要机场遭袭,俄乌局势再度面临升温威胁。 美国华盛顿邮报6日援引消息跟进爆料说,乌克兰方面没有正式宣布对俄近日遭受的袭击事件负责,而且一直故意含糊其词。 但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当天对该媒体透露,这三起袭击都是由乌克兰无人机实施的。 本月6日,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座机场遭空袭后起火,此前一天,俄近内另外两座军用机场遭无人机袭击,造成多人死伤,俄国防部指责乌克兰发动袭击。 华盛顿邮报6日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消息爆料,上述三次袭击都由乌克兰无人机实施,这些是乌克兰的无人机,非常成功,非常有效。 这名官员在谈到这些空袭行动时说,该官员还补充称,俄罗斯人剥下了愤怒的种子,他们将收获旋风。 由于这一行动的敏感性,这名官员要求匿名。 报道提到,俄罗斯国防部将周一发生的袭击归咎于基辅,但表示造成的损失很小。 而英国国防部6日表示,如果俄罗斯评估这些事件属于蓄意袭击,他们可能会认为,这是自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,最具战略意义的武力保护失败。 报道继续说,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军队是如何实施袭击的,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无人机,以及这些无人机是从乌克兰领土发射,还是在距离目标更近的特种作战小组的帮助下,在俄境内发射的。 但有军事专家对这些无人机成功避开俄罗斯防空系统感到困惑,有军事专家分析称,也许这表明俄罗斯防空系统存在一些更大的问题。 空袭还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乌克兰自己的无人机项目,以及他们最近发展自己的远程作战无人机的努力上。 报道还称,多家外媒此前报道称,俄境内两座军用机场,5日遭无人机袭击事件,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,乌军对俄领土最深入的一次袭击。 作为报复,俄军从5日起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及相关防御设施,进行了大规模打击。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5日报道,俄军当天对乌相关基础设施发射了新一轮导弹,美联射程,在俄罗斯境内发生的这次前所未有的袭击,可能导致这场历史9个多月的冲突严重升级。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,乌克兰或许通过此次袭击向外界展示,它有能力打击莫斯科。 彭博社援引北约驻欧洲盟军前总司令斯塔夫里迪斯的话称, 乌克兰对俄机场的袭击是俄乌冲突的一个危险转折点,这些袭击很可能会强化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决心。